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什么女士想想做这个决定呢?请教姐医生 她们通常是基于什么心态? 譬如我们刚才所说的 可能是否不育 或者有其他的考虑因素呢? 不育的个案来说 通常她们不是想雪卵 不育的夫妇来说 多数如果要做到辅助生育的疗程的时候 就是做使管婴儿 就是拿了卵子出来 和精虫受精了之后 就成了胚胎 移植到子宫里面 但是那些夫妇来说 都有些情况是会雪卵的 例如在那个过程当中 想到抽卵的时候 突然之间有些突发的事情 没有精虫 那些卵子不可以放在这里几天 等那些精虫有精虫去处备受精 于是乎就会先冷冻它 留待翌日 有精虫的时候就用 亦都有些个别的个案 我经历过 就是有些夫妇 可能基于自己本身的个人因素 或者是宗教的原因 他不想储存一些有剩余的胚胎 因为翌日可能有机会要弃治 他就宁愿在疗程当中 我只是拿几粒去受精 之后移植到子宫里面 剩下的卵子就冷冻起来 留待翌日真的不行 或者生完 再想拿卵子出来用的时候 才解冻才用 这个在不育的夫妇来说 雪卵子都是属于比较少数的 多数雪卵的女性来说 都不可以说是不育 是 因为她们根本都没有尝试怀孕 又是 是 有一部分就是医学原因 有一部分不是医学原因 有医学的原因当中 譬如一些癌症 例如乳癌 或者一些血癌的病人来说 他们可能要接受一些花疗 和电疗的療症 而这些療症都会影响到卵巢的处备 在这个療症之前 他们可以考虑 就是说 冻了卵子 保存她的生育能力 留待他们 翌日康复之后 就可以再拿出来用 这样 如果说到一些 没有医学原因 也都挺大部分的 一部分的女性来说 可能担心自己的卵巢处备 有机会做不好 这样 他可能会考虑冻 而另外一部分 就直接是可以说 没有什么特别原因 纯粹去了某一个年纪 他会发觉 我又没有对象 又担心 再迟些时候怎么办 要做事管婴儿也很难 他们可能在那个阶段 冻了卵巢处备 然后担心起那个年纪的质素 我很好奇有个问题 想八卦一下 谢医生 是单身的女士 来说论多些 还是有伴侣的 无论是同性也好 或者结婚的也好 是哪一类会更多些 个人来说 多数是比较单身 还没有拍伴 也到某一个年纪 也担心再过多几年 我才能找到对象的时候 那会不会已经是很大年纪 去到某个年纪 这个很可圈可迭 我听谢医生这样说 他去到某个年纪 我估计 你不会二十多岁 刚刚出来社会做事的时候 想将来 除非很快组织家庭 生而育女 否则你可能真的 事业有成 可能有三十岁过外的时候 又想想 我的Mr.Wright未出现 会不会通常他找你的 还是有三十多岁居多的呢 是的 这个岁数比较多 因为其实你年纪越轻的时候 他们还没想到这一层 而且也觉得 我二十七八岁而已 我可能过多两年 如果认识到一个伴侶 结婚三嬷 那时候也不太相似 通常都是三十多岁这个岁数 但是矛盾位就来了 因为你卵子 你也会去看看它的质素 当然女士年纪越大 它的质素就会有一个反比的情况出现 所以越年轻就越好 我说二十多岁去雪就最棒 但是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到三十多岁 这个算不算是一个好的时机呢 要知道 第一,法律的年龄 只可以储存十年而已 你二十多岁去雪 三十四五岁可能已经到期了 不能再雪了 但我还没找到我的终身伴侶 那算是吗 那卵子就没得用了 当然了,你可以说 越年轻雪,卵子质素越好 可以令它成功怀孕的机会越高 但是在岁数来说,越年轻 其实我们想到 它将来会拿出来用的机会更加适 医治医生,我听你这样说的意思 是否说雪卵是有次数限制的 就是我不可以说 我二十多岁,质素最好 我现在先先雪,十年后 不可以再雪了 不要紧了,你就扔掉它 我再抽过再雪过 那就可以吗 确实又没有这样的限制 是啊 如果你说你二十多岁 你真的打算雪了一批的时候 到你三十多岁 你再想,够期了那些 又再雪一批的时候 我想暂时也很少会这样想法 当然你的质素也是一个很好的考虑 所以你年纪越大 我估计过了四十岁 都未必会认真地考虑雪卵 这个就是一个上限 那下限方面有没有一个限制呢 其实不可以说是一个限制 不过都有一些年龄 我们会比较适合一些 可能譬如去到 我们知道三十五岁过外 那个生育能力 就比起三十五岁之前 就会跌得快 其实可以想的就是说 如果三十五到三十七岁 这个阶段的时候 如果一个女性 也有考虑过雪卵的时候 可能这个阶段就比较适合 到现在 譬如在香港来说 爱国好像很普遍 香港的普及度有多大呢 是近这几年开始多了 但怎么也不及欧美国家这么多 你知道欧美国家 其实是有些大机构 而雪卵是做一个 他们女性员工的福利 就是这个也是保障 他们的那个 有一个生育能力 另外一件事 这个是生育质素的保证 应该是 是的 那我又很好奇 有另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要限制住 只可以说十年呢 因为医学角度来说 就应该是 说多久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想这个政府来说 他都会制定一个规例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限制 他也都要考虑到 正常雪卵的时候 你雪到十年 你可能那时候已经四十多岁 他也要考虑到 将来你怀孕的风险 也有小朋友的福祉 他各方面都会考虑的 但是有没有些人可以豁免 譬如刚才谢医生说到 一些患癌的一些病友 他们可能在治疗之前 抽一些卵子出来 但是他的治疗过程 我不知道会不会是 长达十年 有时候有些反复 如果病情未去到 真的医生说 已经完全康复 是适合他生育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有些着情处理 是可以令到 那个雪藏的年期 是可以延长的 有的 如果是一些医学的原因 比如癌症 病人处存卵子 可以是处存最多十年 或者是去到55岁 就以辞者为尽 但是呢 譬如你真的去到55岁 假设 真的有人 他真的55岁才拿出来 想拿去用的时候 他还有没有那个能力去怀胎 是否两个不同的体系 应该 如果他各方面身体的状况 适合的话 最重要是这个 如果他根本的女性已经收了经 事实上可以做得到 因为他有的 已经是年轻的时候的卵子 但是要一个情况就是说 他一定是 在香港来说 合法注册的夫妇 他就可以用先生的精子 跟他以前年轻的卵子受精 成了胚胎之后 其实他就不需要取卵 他不需要排卵 我们只不过要用药物 帮他的子宫准备好 工膜的环境 把胚胎放进去 用一些荷尔蒙补充剂的方法 去辅助他 那会否有一个情况 就是我写卵 我不知道 应该每一次会写多少颗 大概可能10颗的时间 但是尝试10颗 10颗受精完之后 放进子宫里面 都不能成功地植入 会否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也会 所以我们是说 就算你年轻的时候 留了卵子、写了卵子 但是也没有保证 你日后拿出来用的时候 是一定会令你怀孕的 所以这件事 世上是没有东西可以写包单的 不过写卵是其中一个 选择途径 我们讲了这么久 这个写卵的概念上的事情 下一节不如我们讲一下 究竟写了卵子出来 那个过程是怎样 以及可以怎么用的 稍后见 其实有很多人问 我写了卵子 将来做使馆婴儿成了胚胎 可不可以选择性别的筛选呢 香港的法例来说 是不容许有性别的筛选的 其实男性和女性 都是大家的宝贝 这么辛苦得来的 大家都应该会很珍惜的 继续飞开有条路 我们讲女士雪卵这个问题 去到这个我最期待的画面 究竟是怎样去雪 继续请教一下自己医生 我想不是每个女士都说 我要雪卵 我要雪卵就可以雪的 那是否要经过一些 譬如身体检查的过程 他合适了才可以进入那个步骤 那当然是 他也要经过医生 检查他身体的状况 有没有特别身体的毛病 健康的情况 是否适合做这些疗情 手术 另外苦科方面 我们也会看回卵巢的功能 做一个评估 而我们也要调教一下 想想到时他要用多少药 而我们看回卵巢的功能 那方面我们可以看几样东西 抽血都会炎 或者是做超声波 看回卵巢 那个很小的卵泡 我要投卵泡 譬如抽血 我们也会看一些荷尔蒙 譬如我们叫做FSH 卵巢刺激激素和AMH 那么FSH如果越高 超过10 就显示卵巢开始衰退 而AMH 这个度数越高 就显示卵巢的处备越好 低于2的话 就开始觉得卵巢也会差一点 而我们在疗情当中 都会照超声波 通常在旌旗第二、三天 等卵巢比较静止的时候 看看超声波的卵泡 那些小小的卵泡 我们叫做豆卵泡 那些数量 如果有两个卵巢加上 都不够六至八粒 那卵巢的功能也是有保留 那卵巢的功能 那那个准备时间 大概是要多久呢 首先我们也会和她 做一些基本检查 抽血验 还有做这个疗情的时候 通常这些实验室 都要求她这些女性 有些病毒的西残 确保她完全没有什么病毒的感染 那接下来就要等她旌旗 第二、三天 那我们再回来看看卵巢的情况 超声波 那如果觉得她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打针了 做得雪卵 当然就是想有更多的卵巢 越多越好 比较贪心 但是如果经过一个自然排卵的过程 那个卵巢 我不知道数量有多少 你需不需要做一些 或者要打一些针 去吹一吹它 让它的卵巢 数量相应地会更多一些 是的 一般自然周期 有排卵的周期 通常大部分只有一粒卵巢 你等那一粒卵巢 特意抽它出来 那就不太值得了 做那么多疗程 做那么多手术 通常我们就说 在第二、第三天 就打一些荷尔蒙的针 令到它多些卵巢 同步成长 一般来说 每天都打针 打8至10天 通常打了头四、五天 会回来我们照超声波 有时候好像这个 看看卵巢、进度 而调调一些药 打到差不多 今天看到卵巢 都差不多大成熟了 我们就会打最后一针 俗称叫破卵针 其实就等它最后成熟 和准备可以脱了 然后在36个小时 我们就用超声波 用超声、陰道的超声波 就在陰道里 挤支针进去取卵 超声波就会放在陰道里 然后有一支针 是经过超声波棒 是进入陰道 进入卵巢 取卵 取卵之后 就交给胃胎专家 他们处理过之后 就将它冷冻 过程中 因为你也是陰道入 用不需要麻醉 应该有点痛感 有部分的妇女 忍外能力很好 他们可以接受局部麻醉 局部麻醉 即是放在超声波棒的时候 在陰道这个位置 打麻醉的药 让它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 但有些人都会很怕 但是不需要担心 可以找麻醉科医生 做一些监察麻醉 所以不用担心 但是卵子 要经十日八日的荷尔蒙 去催生产卵子出来 会不会影响到质素 因为始终都是催谷身体 去制造卵子 暂时没有这样的资料 说真的卵子特别差 因为理论上 怎样都比抽到一个卵子 去储存 通常打了排卵针之后 那个卵子的数量可以到多少 如果卵巢处备是很正常的话 一般也要看回年龄 可能35至37岁 可能它都会大到10至15粒 年纪轻一点的时候 或者它有些叫多浪性卵巢 的情况来说 可能它产生可以多些卵子 可能去到20粒 但是尤其是 如果你说有些多浪性的卵巢 你说打多些针 让它谷到四、五十粒 好吗? 这个又很多 它事实上可能做得到 但是我们不想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太刺激的时候 那个女性就会有一个 过度刺激的症状 对那个女性来说是危险的 所以我们都会在针药那方面调校 就不希望它去到那么激得那么厉害 那一次最理想是可以抽到多少 最少或者是不应该少过某一个数量 视乎过年龄 如果你说说 我们看回我们的数据 其实暂时我们都没有一个很多的数据 因为现在抽了卵子拿出来用 而有成功的个案 这些资料就不多 因为毕竟也不是那么多人拿出来用 外国有些中心 都会用它过往它试管婴儿的个案 利用它去看回他们的年龄 那个女性抽了多少卵子 而之后成功怀孕的个案 37岁的 如果你说有20粒卵子储存的话 可能令到有75%的机会 令到它有多过一次的活产的个案 如果你说如果在35岁或以下的女性 有20粒的话 可以成功到可以有90% 令到它最少一个活产的个案 是 37岁大概有75%的机会 最少有一个活产的个案 而女性的年龄起40岁的时候 可能要到40多粒卵子 即是意味着 有时候那些女性 可能不只需要抽一个周期 即可能有几个周期才可以到达数量 但是我估计这个雪的这个温度 就不是我们家冰箱的那些 就是负20度 是的 好像是负很多度的 程先生说 是的 拿出来之后 杯胎主要处理 将它用一个叫玻璃冷冻的方法 在几分钟之内 就储存到-196度的氮化液那里 而法国的存活率 用这个方法 即是解冻了出来 卵子还可以用得到 存活率都达到九成 远远比很多年前 传统式的方法 要用几个钟头的时间 慢慢把它冷冻 这个慢冷冻的过程当中 有机会令到 细胞里面的水分 结成冰蒸 而这些冰蒸都会破坏了卵子的组织 和结构 所以如果现在用一个新的方法来说 对卵子的存活率就好很多 齐医生 我有个问题想问就是 譬如我储存了有十粒 我已经准备了想有孩子 我会一次过十粒 拿出来解冻了 看看哪一粒受精得到 还是说逐粒逐粒 这粒出来 不行,下一粒 还是逐粒逐粒试 是,这方面我们都会和那对夫妇 到时候用得的就已经是夫妇 会再谈的 因为如果你说真的 什么年龄都好 解冻一粒出来 将它受精了 因为都未必一定受精 那就未必太值得 如果你说真的有十粒 另外一个考虑的建议 都可以拿出来 受精了 看看它成了多少个杯胎 如果你说周期我放了一个杯胎 还有其他杯胎 都可以再冷冻一些杯胎 而这个就是用一个使管婴儿的方式 去怀孕 应该是 是的 那就解冻了 解冻我估计都要很快速的阶段 是的,但解冻之后 要做受精的方法 因为这些卵子处理过之后 它是需要用一些叫做 细胞将来单精的注射 杯胎专家会找一条 忘落屋棋的精虫 刺进卵子里 是帮它受精的 那看看成功的率 就刚才所说 就不能够写包单 是的 所以都是很多种的因素 譬如看看卵子、精子的 质素而定 所以无论如何 雪卵都是其中一个 女士可以考虑的一个方案 好,今天多谢自己医生 我们下集的FIT开右条路再见 再见 未来这集会继续介绍 简单的伸展动作 今集会介绍背部伸展 第一个动作 单脚抬高 双手扑膳 然后上身慢慢向前傾 这个时候会感觉到下背有拉扯 保持30秒 然后转另一边 而第二个动作 双手十指紧扣 手掌对外 将双手慢慢向前伸出去 背部拱起 这个时候会感觉到上背有拉扯感觉 保持30秒 将刚才两个动作重复做三组就可以了 好,大家帮忙 两个动作 后面拨击 再来 我可以打开 这个时候会感觉到 会不会有点 要勉强 你们俩 我开心 我会有点 有点 我会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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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